为加强对机动车非法改装、拼装含大功率摩托车以及飙车的交通违法行为的从严治理,杜绝因上述违法行为引发的中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确保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减少噪音对市民生活的影响,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决定,从6月26日起至年底,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集中整治机动车非法改装、拼装含大功率摩托车以及飙车统一行动,此次行动整治重点为一,机动车追逐进驶,集中表现为超速行驶、互相进驶等严重违法行为。 2. 非法改装机动车,包括擅自改变机动车结构、参数、车身衍色、改装削烟细、私自加装灯光及外观特征等违法行为。 3. 机动车设排设证,机动车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证,机动车未取得机动车号牌、伪造或者变造号牌证件、套用串挂号牌等严重违法行为。 车管所将按照相关规定,把牢机动车注册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等各个查验环节,并指导各检车线按照相关规定。 4. 严格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标准,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合意登记等技术参数的,坚决予以恢复原状,从源头上杜局非法改装、拼装车辆上道路行驶。 整治行动期间,长春交警将突出对非法改装、拼装含大功率摩托车、车辆经常性活动聚集地以及一出现飙车的重点区域,加强净力部署和重点查控,增加巡逻频次和管控时间。 4. 盯住重点车辆、重点人和重点时段、支队、大队两级指挥中心将重点加强对夜间二时时至凌晨四时全市主要揭露的视频巡查。 4. 注意发现车辆非法改装、拼装以及飙车违法行为,及时锁定目标车辆,及时派警拦截处置,长春交警将适时开展集中整治行动,通过统一指挥、集中处理等方式。 4. 依法从严查处车辆非法改装、拼装以及飙车等违法行为,同时充分发挥夜间小分队机动灵活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对机动车非法改装、拼装、飙车等违法行为进行精准打击,坚决恶致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26日、22时,朝阳区交警大队民警,在湖西路与延安大街交汇处附近设置卡点,对非法改装车辆进行查处。 当对一辆黑色宝马轿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原本是白色,后来通过贴膜改变了车身颜色,交警立即责令车主,当场撕掉黑色的车模。 正当民警对宝马轿车进行查处时,又使来一辆棕色奥迪A7轿车,民警检查发现这辆车原本也是白色的,后来贴膜变成了现在的颜色。 随后,民警拦下一辆普特猛新皮卡,因为厚货相似时被加装了一个棚,完全照了起来,属于擅自改变车辆结构。 此时,一辆白色起压轿车开着爆闪灯驶来,被民警当场拿下,因为该车属于私自加装灯光。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民警分别对这几辆非法改装车辆的驾驶员,处以500人罚款,并责令恢复原状。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将爱车改装成自己喜欢的风格,无论开车到哪里都很拉风,但是喜欢是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 车主想要改变私家车辆的颜色,首先要到车管部门,申请改变机动车车身颜色,填写机动车变更登记申请等。 待审核通过后,车主方可改变车身颜色,而整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对车体外观或动力系统,进行改装升级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 改装车辆上路行使属于违法,更无法通过粘检,粘检验车时,车辆管理机关,一旦发现车辆被违规改装,除要求车主立即改回原样外,还会给予罚款、扣证等处罚。 所以,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真的想改装自己的车辆,一定要走合法途径,切勿擅自更改,否则后果很严重。 来源,中国级林网极客APP记者刘盈泽编,尹燕飞。